尚葵聰村連環劏狗案 BB狗傷口整齊 兇手打算挑戰警方 無邪關愛總文哥說 懷疑有人用手術刀劏 尚葵聰村再發生BB狗被劏痛案 同一地點、同一手法 凶殘千極令人發指 當時無邪關愛總文哥 同狗義工講到現場 將影片放在Facebook上公開 可以見到狗仔下腹到腳 被劏開一個大洞 內臟被劃胸 有些求助人見到有屍體 他們就會打給我去收 我們就立即通知愛協 我們就立即通知愛協 跟愛協說有一件這樣的事 他們叫我們報警 我說你先過來 你們先過來 然後我們先報警 然後通知他們過來 然後就CID接手 最後一會兒就CID接手 說有可疑了 文哥引述有街坊認為 是被專偶造成的 但文哥和愛協都說沒有什麼可能 因為狗仔的傷口被劏成一個圈圈 文哥還說 其實有懷疑過是好像手術刀 你解剖那些 因為他們說要報他 但我們是怕 其實我們是怕他用手術刀割下去 因為手術刀也很厲害 文哥認為 行兇者應該是心理變態的 這兩天來連環殺狗 更加覺得兇手想挑戰警方和狗義工 除了這宗本港近年最均動的約束案 要數深井豪警花園那宗 有30隻寵物被扔到街 雖然兩個兇徒被捕 但律政先竟然最後不起訴 做法令人非常費解 文哥還說現行法例的佛則 不喜歡阻嚇兇徒 現在連環約狗案交給全灣警區 動物罪案警察專隊跟進 希望不要再放山約束兇徒 早日誠之於法啦